弟兄姊妹早晨 今天的早上我要和大家一起来到去讲的 就是旧约一个最伟大的人物 神人摩西 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人 我是会集中摩西他人生做了三个很大的抉择 摩西在世生活了生存了120年 他的人生其实是可以分成为三个阶段 大家看看我的powerpoint 最初那40年 摩西是埃及其中的一个王子 中间那40年 摩西在米殿做逃犯 过这个逃亡的生活 最后那40年 摩西成为神的仆人 承担神的使命 我们在人生当中 其实我们是不断要做很多的抉择 包括什么呢 包括我们做什么工 去大学读什么major 或者甚至我们要去选择我们的终身伴侣 或者决定在哪一个地方来发展 不断要做很多的抉择 作为有神的人 作为你和我 作为基督徒 当我们做抉择的时候 究竟我们是怎样去做抉择 所以今天我会从摩西这三个人生的阶段 每一个阶段我会选择其中一个人生的抉择 来跟大家分析 当我讲的过程当中 我希望大家一直不断去思想三个问题 第一 当我们做抉择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只是为我们自己的好 还是其实我们做抉择 我们可以超越自己的 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人生有梦想 我们人生的梦想 和神的计划又有什么关系 第三个问题 我们人生很多的疑惑 很多的questions 有时是有答案的 有时又没有答案 但是疑惑也好 答案也好 我们思想想一下 其实在我们在世的生命 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 有了那样东西 其实是旧的 所以当我讲到的时候 愿意大家一起来对思想 好 或者我们先做 先做一个祷告 预备我们的心 去领受神话语的教导 我们请低头 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天上面的阿爸父 摩西在诗篇九十篇 他最后一句的祷告 是这样说 他说愿神建立我们手所作的功 我们手所作的功 愿神来到去建立 阿神 我们人生很多是抉择 主我们愿意我们的抉择 是给你的手来到去建立 因为如果没有你的手来到建立 这些抉择 其实都是一切成空 若不是耶和阿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努力 主我们也都愿意 神祢今天建立我们 今天早上 神话语的侍奉 愿意听的 愿意讲的 一切都是为神德荣耀来到去做 主我们的祷告 是奉我主基督得圣之名而求 阿们 刚才主席 读那段经文 史图人转七章 二十至四十一节 是将摩西的生平 很撕耀地说了出来 也都包括了 待会我要讲 摩西这三个人生抉择 我讲到是根据这一段经文 而且再加上 从这个希伯来书 出埃及其他一些其他的补充 摩西第一个抉择 摩西最初四十年 是在法老的家长大的 当时的埃及 是世界的超强国家 Super power 作为埃及其中一个王子 摩西是接受一个最好最好的教育 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的教育 他精通军事知识 而且是被训练 将来要帮助统治这个 这么大的帝国的其中的一个领袖之一 所以我们再看回史图行转七章二十二节 他那里讲给我们听 他说摩西学了埃及人 一切的学问 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摩西很厉害的 他也相信将来自己会成为一个大的人物 而且在皇室长大大家都知道 一定是享尽一切的富贵荣华 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要忘记 摩西最初几年 是给他的生母大大的 他的生母 他亲生欲生的妈妈 一定有告诉他 他是希伯来人 没错 摩西有一切物质的享受 但另一方面 他也看到埃及人是如何抚待 这些希伯来的奴隶 他也听到这些奴隶的爱声 而摩西心里面 也很清楚 这些希伯来的奴隶 和他自己 是来自同一个民族 这些是他的同胞 所以一种使命感 慢慢在摩西心里面闷牙 史图仁传七章 二十三二十四节那里这么说 他说摩西心中起意 去看望他的弟兄 以色列人 摩西他视自己 为拯救这帮弟兄的拯救者 当他见到一个正在希伯来奴隶的埃及人 他就决定采取行动 打死这个埃及人 摩西的行动是错的 摩西的行动的确是错的 不过另一方面 也都代表了他做了一个人生的一个抉择 我们看看我PowerPoint这一段的经文 是来自希伯来书 其中说到他说 摩西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之子 他令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也不愿暂时享受罪终之乐 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知道摩西做这个抉择 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 对于摩西来说 从这个困苦希亚里面 去拯救他的以色列的弟兄 和他们共患难 给做一个埃及的其中一个王子 继续过去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的生活 是更加重要的 前面前者比后者更加重要的 他这个抉择真的不是为了自己 不过我们也都知道 摩西这个个人拯救的行动 是彻底失败的 连他的以色列弟兄都弃绝他 所以史图仁转七章 二十七节那里也这么说 他的弟兄对摩西说 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 当摩西从这个埃及文明之都 当他要逃亡 当他要走路 走到去米典抗野的时候 他的内心一定充满了 很多人生的疑惑 很多的questions 我不是为自己的 我是为到其他人的好 我是为到这帮以色列的弟兄 我甘心情愿放弃我一切的享乐 放弃所有的财富 到头来换到的是什么呢 竟然是被他们欺绝 竟然令到自己身陷很大的危险 以色列人的神 以色列的神在哪里 为什么他不出手 我要拯救同胞这个梦想 是不是已经成空呢 我以后要怎么生存下去 从埃及到米典这个路上 这些一连串人生的问题 没有答案的问题 就是不断在摩西的脑海里面盘船 第二个抉择 摩西真的跌得很惨 而且是跌得很低 从埃及王子去摇身一变 变成为米典的逃犯 摩西中间这个40年 可以这么说是他人生放逐的时期 他帮他外府打工 做牧羊的工作 他和老板的女儿成婚 生了两个女儿 作为一个父亲 作为一个丈夫 作为一个牧羊人 他的人生胜低 他唯一可以做得到的就是 找两餐养家 不要再提论怎样去拯救其他人 因为连自己 连家人都差点养不定 梦想 人生的梦想 的而且确是幻灭了 人生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当神在荆棘火焰 来到呼召摩西的时候 摩西我们知道 百般的推堂 但是他说的理由 其实他不是说谎 他是说真的 摩西的确是nobody 我是谁 我是谁 竟然能够去见法老 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 我真的没有东西好说的 我要对他们说些什么 我是没有权柄的 他们一定不信我 他们一定不听我的 一个对了羊群 对了四十年的人 我问一问你 天天对着这群羊 又真的的而且确不懂说话 因为羊就啸啸声 它又没有反应 回到家就见外父 见老婆 真的不懂说话 所以摩西跟神说 我素尝不是能言的人 我本是绝口笨舌的 最惨的是 摩西已经失去了自信 他对自己没有信心 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是没用 不碰的 神啊 麻烦你找个第二个 但是感谢神 我们的神就是奇以恩典的神 他给摩西 其实也都包括给我 给你 给我们在座每一个人 第二次机会 second chance 所以我们留意 神在荆棘里面呼叫的时候 就是请我们注意 神是什么 指名道姓叫摩西 他说摩西 摩西 摩西不知道神的名字 但是神是知道摩西的名字 摩西早就放弃了自己了 但是神从来没有放弃了他 神很确实地告诉摩西 神在摩西的身上 仍然 仍然 有他的美善旨意 神要摩西参与 成为神救赎计划的一部分 使徒人转七章 三十四三十五节 那里这么说 神对摩西这么说 他说 我的百姓 是埃及所受的困苦 我实在听见 我实在看见了 他们悲叹的声音 我也听见了 我下来 是要救他们 摩西你来 你来 我要猜你去埃及去 这个是神对摩西的呼召 神要摩西成为 去救赎计划的一部分 神呼召摩西 要成为受苦的百姓的领袖 但是摩西要做一个抉择 去 定不去 我们试试投入 其实摩西要做一个抉择 容易吗 我自己这么想 不容易的 是不是 真的不容易 因为要离开他的舒服 接受这个难比登天的挑战 一个从人的眼光 绝对不可能成功的一个使命 Mission impossible 你知不知道 我们想 给你给我 会怎样回应 我们会怎样回应 是不是我们说 不要了 虽然牧羊人不是那么舒服 不过都是做牧羊人 会不会这样 但是摩西 say yes 因为这个抉择 他的人生从此就不一样 他生命再一次 变成为有意义 变成为有意义 当摩西从米殿 这个地方 回到曾经失败的埃及 过去的疑惑 原来 现在大部分都有答案了 原来神从最初开始 已经预备摩西 摩西要在埃及成长 因为神要去学识 埃及人一切的学问 要去学识 军事领袖的才能 神要摩西用了四十年 在米甸牧羊 因为神要摩西 在类似的抗野 带领他的百姓 亦都是四十年 甚至摩西 这个个人拯救行动 为什么会失败 原来是神的旨意 神要摩西知道 不是靠他自己的势力才能 不是靠他自己的聪明智慧 就可以成事 神要摩西经历 破碎这个过程 因为唯有经历过破碎的人 才懂得完完全全 什么依靠都没有 只是依靠神 才可以被神大大使用 成为合去心意的器皿 大家看看我的powerpoint 当摩西回应神的呼召 回到埃及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带着什么东西 他什么都没有带 除了神的象 没有了 就是带着神的象 唯有依靠神 神的象又是什么 神的象突然间从哪里来的 原来其实神的象 就是以前摩西在米殿木羊的 木羊人的象 木羊人的象 作用其实很有限 是吗 用来什么 用来赶一下羊 吓走那些猛兽 就是这样 作用很有限 但是 当人的东西 如果被神所使用 就完全不同了 原本是牧羊人的象 现在就成为神 大林的象 可以行一切的神迹其事 弟兄姊妹请我们记住 我们的学位 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经历 我们的才能 其他一切 其实道理都是弱 人的东西没什么用 但是被神所用 就是大能 所以当摩西在米殿 回到他曾经年轻过的埃及 帮他走这条路上面 摩西发觉 他要拯购 以色列弟兄 他要拯购其他人的梦想 他发觉 没有幻灭的 没有 还在 只要我们将我们个人的梦想 康复在神的主权下 成为神救赎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计划一部分 弟兄姊妹记住 我们的梦想 绝对可以被神重新点燃 重新再点起来 而且是超越人 所能够想象的 神是要透过摩西 摩西拯救一个民族 然后去拯救全世界 这是摩西第二个抉择 我们看下一张 PowerPoint 摩西第三个抉择 摩西回到埃及 他承担神的使命 进入人生最后的四十年 这四十年 亦都是最有果效的四十年 《史图人传》里面 其实记载了几件的历史事件 这几件的历史事件 我们都很熟悉的 包括什么 包括十灾 出拉及过红海 西乃山 纳约 在抗野带领百姓四十年 其实都是发生在摩西最后的四十年 这四十年 当然摩西亦遇到很多的困难 亦遇到很多的试验 不过在这四十年 金苦的侍奉当中 摩西一个最突出的领袖品格 一个character personality 最突出的是什么 就是去目者的心肠 目者的心肠 《史图人传》七章三十九 至四十一节 是记载这个金谋毒事件 应该大家都相当熟 作为对百姓犯罪的惩罚 神对摩西说 他说我会完全灭绝了这帮以色列民 我要从你摩西开始 重新开始 重新兴起 全身的神的百姓 我要使你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 我一直在想 如果我是摩西的话 我会怎么回应 我说 好啊 神 好啊 正啊 感谢神 从此以后 神的子民的育身祖宗 育身的父亲 不是阿伯拉罕 是我啊 摩西啊 好啊 好事啊 对于一个领袖来说 很多时候是为了自己立名 为了留方百世 为了永远被纪念 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 但感谢神 摩西不是我 我们看看PowerPoint的经文 我们看看出拉及记 那里记载 摩西如何做这个抉择 摩西的抉择 就是要为这帮硬颈 很抵死的百姓 他要为他们代求 他甚至提醒神 三样的东西 他用不同的颜色来表达 他说 神啊 以色列人是你的百姓 是你的百姓的神 记住 你的百姓的神 如果你灭绝了你的百姓 埃及人会怎样 埃及人会议论你 埃及人会批评你 神啊 如果你灭绝这帮百姓 你亦都不能够成就 你起誓 你曾经起誓 向阿伯拉罕列祖立的约 怎么办 成就不了 很多神 是不是 但其实 从这个抉择里面 让我们看到 进入摩西里面的内心 我们看到摩西那种的清心 他没有为了要满足自己的心 他不是要推人自己的 agenda 摩西心里面只有神的荣耀 和这帮不值得百姓的利益 摩西甚至愿意牺牲自己 因为他跟神说 虚伯神啊 如果你不肯赦免这帮百姓的话 求你将我的名 从你的生命拆上涂抹 我们去想想 为什么摩西可以做这个金牧师的决定 因为他有牧者的心肠 因为在这个经济火焰这个经历里面 摩西曾经面对面 和这位满有慈爱 满有恩典 满有怜悯的神 摩西曾经和这位神相遇 既然神可以给摩西 第二次机会 赦免摩西 摩西就有来自神 这种广大的目者心肠 他也可以为这班 其实是摩西很爱的百姓 为他们代求 求神原谅他们 亦都给他们第二次的机会 所以在西乃山 去应许之地这个路上面 摩西依然是会有人生疑惑的时刻 有一些人生的问题 真是没有答案的 不过有或者没有答案都好 其实真的不是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 摩西是神的仆人 他有这位全能知善的耶和华神 就够了 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金谋毒事件处理了之后 摩西向神提出的请求是 神要在他的人生的旅途里面 和他同行 和他同往 摩西及记三十三章十六节 那里这么说 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的眼前蒙恩呢 是使得我和你的百姓在身上的万民有分别吗 怎样知道我们是蒙恩 怎样知道我们跟微信的人有分别 因为有神的同在同恶 这个才是最重要 我其实自己很喜欢摩西这个旧约的历史人物 因为从摩西这个梦想幻灭 从他回应神的呼召 从他这个目者的心肠 好像见到自己的影子一样 请你们不要误会 我不是骄傲 我没有说自己是摩西 我只不过说从摩西的人生这三大的抉择 真是神让我自己很清楚 看到他在我身上的旨意 所以奇叹 愿意今天的广道 圣灵亲自同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来说话 让你们更清楚神在你们身上的旨意 到了总结的时候 有三点 希望跟大家一起来思想 第一点 摩西的人生三个的抉择 其实我们发觉都不是为自己的好处 特别是摩西在荆棘火焰里面回应神的呼召 特别是金谋毒事件 他为百姓代求 他不是为自己的好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去做我们人生很大的抉择的时候 也都让我们去想 我们的人生抉择 不要只是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不要这样 愿意我们做抉择的时候 想一想 想到神的角度的抗张 想到怎么样是为神指民的好处 我自己很相信 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 唯有我们将我们自己的抉择 伏在神的主权下面 唯有将我们自己的生命 成为神计划的其中一部分 我们的人生才是喜乐的 我们的人生才是丰盛的 我们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不要为自己而活 为主而活 我这么说 不是叫大家都要出来全时间示范 而是我真的 期盼大家都有一个很狠切很狠切的祷告 求神在你个人的荆棘火焰经历里面 求神和你相遇 也求神给你看到 祂在你身上的旨意 也都恳求神 给你力量从你的comfort zone 踏步出来 参与神的救赖计划成为神奇迹的一部分 而当你愿意回应神的呼召 去参与抗张神的角度 去参与抗张神的角度 福祉神的百姓 我请你记住 请你记住 神最看重 神最看重是你的心 不是你有什么本领 你的心 在这些事奉的当中 我们要经常问自己 究竟我们有没有这个目者的心 第二点 如果我们的决责是将自己的人生成为神救赎计划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的决责是永远的目者心 我们发觉 神真的可以将我们过去的失败扭转成为神的奇迹 我们曾经有过的梦想 我们要服侍人群 贡献社会 改变周围这个梦想 我们以为已经灭 已经没有了 已经幻灭了的梦想 慢着 神是可以将人的梦想重新点燃起来 重新再点起来 这个梦想 我想问大家 其实试问有些什么 给张主耶稣基督和他被钉十字架 这个好消息 带给最多的人 带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更能够落实服务人群 贡献社会 改变周围这个梦想 让我们的人生成为神计划的一部分 让我们参与神的奇迹 第三点 在我们的人生的旅途里面 一定会有很多的疑问 很多的疑问 很多的疑问 为什么有些事发生的 为什么又没有一些事发生 但是当我们的抉择不再 只是为自己的好处 当我们将我们的梦想 成为神计划的一部分 当我们用我们 从神而来的目者心墙 来到去服事神的百姓的时候 我们亦都发觉 我们人生所谓的疑惑 原来很多都是有答案的 神在我们生命 从第一天开始 甚至是更早的时候 已经预备而且塑造我们 成为祂的指望 我们成为的人 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 有没有这个信心 神从第一天开始 已经预备我们 成为合去心意的人 不过 人生的疑惑 究竟有 或者没有答案 我自己这么想 最后来说 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在你和我的人生旅程当中 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同往就足够了 摩西最后 入不了应许地 或者摩西自己想来想去 都想不到答案 为什么 但是当摩西在尼波山顶 举目观看一大片流奶与物资地的时候 他确信 神的同在同往 一定会实现神对列祖的认识 神一定会让以色列人 承受这个加纳美地为业 至于他自己 至于摩西自己 他马上会被神接到一个 更美的家乡 同神的同在永远在一起 在那里再没有死亡 再没有悲哀 再没有流泪 再没有痛苦 因为 那美好的仗已经打完了 当跑的路 已经跑尽了 我今天的讲道也都讲完了 好 或者我们一起 来做一个的祷告 真的安静来到神面前去思想 再次思想 我们天上的阿爸 包括我们亲爱主耶稣基督 愿意我们众弟兄姊妹 包括孩子自己 再一次来到你面前 谦占卑的思想 当我们做抉择的时候 不要只是为我们自己的好处 想到神角度的扩张 想到如何去服侍神的百姓 用目者的心肠来服侍 主要我们人生有我们的梦想 我们愿意将我们的梦想 降伏在你的主权下面 成为你的计划一部分 主要我们要成为你的神迹的一部分 主要我们人生很多的疑惑 有时有答案 有时没有答案 不过或者都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有神的同在 同往就够了 愿神的荣光与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包括孩子自己 同在同往 直到荣荣圆圆 阿门 多谢大家